作为学生,她成绩斐然,才华横溢,大学期间获得了心理学和经济学双学位。 作为明星,她沉于落雁,碧月修花,是香港小姐和华裔小姐的双冠得主,被称为李嘉欣的接班人。 作为艺人,她演技出众,吃苦耐劳,打造了很多部经典作品。 她生而不凡,可是她选择了爱情,放弃了事业,选择了平反,抛开了名利,嫁到了农村。 她就是与众不同的港姐,郭贤妮。 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郭贤妮的故事。 郭贤妮1974年出生于中国香港,因为爷爷是英国人,所以他是个拥有四分之一英国血统的混血。 从小容貌出众,长大后更是拥有倾国倾城之姿。 郭贤妮的父母是农村人,家境贫寒,父母经常为了钱产生磕磕绊绊。 五岁那年,父母离婚,她一直跟着妈妈生活,母女俩相依为命,母亲也没有再婚。 缺少了父爱,她的童年是不完整。 尽管没有了父亲,郭贤妮和母亲没有畏惧生活的困难。 大学毕业后,郭贤妮进入了国泰航空公司,成为了一名空姐。 1999年,她夺得了香港小姐的冠军,四年又摘下了华裔小姐的桂冠,从而与TVB签约,成为了一名演员。 可以说,郭贤妮出道极巅峰。 2001年,郭贤妮与古天乐合作了《寻情记》,剧中她一人分饰两脚,用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。 她开始走红,事业也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 紧接着,她又出演了许多快智人心的作品。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,让妈妈过上了不再为钱发愁的生活。 可是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便是明天,因为你无法知道她会带给你怎样的惊喜或是惊吓。 成为当红女星后,郭贤妮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。 有的人因为她出色的外表而追求她,有的人因为她的名气追求她。 在众多追求者中,不乏一些豪门夫二代,亦或是名利双收的男艺人。 面对他们的追求,郭贤妮始终没有动心。 虽然她才貌双全,由于出生贫寒,郭贤妮从来没想过要嫁入豪门。 她知道高处不胜寒的道理,所以郭贤妮也失去了很多机会,或许郭贤妮想的是宁缺无滥。 然而她的感情也经历了起起伏伏,曲折坎坷。 初到这几年,她的绯闻可谓是随处可见,与古天乐合作时被传出两个人恋爱的消息。 可是当事人没有承认,郭贤妮承认的第一任男友是温兆伦。 她与温兆伦是在拍摄《牛郎之女》的剧组认识的。 当时温兆伦也算是一个有名气的演员。 郭贤妮当时打算找一个同行结婚。 所以,有着丰富的情史,温兆伦轻松地就打动了郭贤妮。 两人很快就传出了恋情,那会儿《牛郎之女》的拍摄还没结束。 后来两人恋爱的消息爆出来之后,郭贤妮的粉丝都表示无法接受, 因为温兆伦被大家称为渣男,粉丝觉得她配不上郭贤妮。 随着恋情的公布,郭贤妮的人气也开始了下滑。 此时的TVB也不断施压,郭贤妮是他们一手捧出来的,他们不愿意就这么牺牲掉。 郭贤妮的所有资源也都掌握在他们手中,他们不让郭贤妮的爱情继续下去。 可郭贤妮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,为什么不能好好谈一场恋爱呢? 因为郭贤妮的执着,公司也不得不断了她的所有资源。 有句话说得好,如果全世界都反对你的恋情,那么请不要犹豫,赶紧撤退。 郭贤妮与温兆伦相恋三年后,已分手结束这段感情。 在这三年里,郭贤妮不仅付出了感情,还赔上了自己的事业黄金期。 与她同为港姐的胡姓凭借努力早已成为了五小花之一。 最美港姐的堕落,最丑港姐的逆袭,观众们拿他们对比。 此时,郭贤妮意识到自己不该如此,自己的事业不该荒废。 郭贤妮在分手后,又重新燃起了事业心。 最开始,只有一些小配角,但是她来者不拒,她可以放下身段,去全身心投入到每一个角色中。 刚好她赶上了TVB的鼎盛时期,郭贤妮便出演了一系列警匪片,她的人气有所回升。 然而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 事业刚刚有所回暖,此时她又陷入了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风波。 男主人龚陶大宇是个香港演员,她比郭贤妮大11岁,因主演了倚天屠龙记等电影被称为师奶杀手。 本来,郭贤妮以为自己和她志同道合,可生活总是逼着人用最真诚的态度面对她。 他们在一起经常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出现争吵,性格方面也有了问题。 最终两人分手后,因为她结过婚,所以郭贤妮又陷入了小三风波。 网友骂她破坏别人家庭,甚至给她灌上了四大档花的称号。 即使前路很难,郭贤妮依旧没有被打倒,她依然凭借自己的努力活着。 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说去吧。 她就是这样的态度,轻者自轻。 但是,她对感情的态度却变了。 看透了感情中的虚假,她已经彻底心灰意冷,对婚姻也不再有任何幻想,她打算就这样和母亲过一辈子。 她从没想过,一部古装剧,成就了她这一生的幸福。 2008年,郭贤妮34岁,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,然而真的遇到了生命中的王子。 拍摄《公所新域》时,剧组中有一位武术指导,名叫朱少杰。 第一眼见到她,郭贤妮就对她特别注意,还戏称她为张家辉。 朱少杰只是对她礼貌地笑了。 拍摄期间,郭贤妮吃了很多苦。 有一段戏是郭贤妮在冰上跳舞,因为难度极高,郭贤妮前前后后拍了二十多次,摔得鼻青脸肿。 看着如此敬业的郭贤妮,朱少杰心中对她产生了一丝不一样的感觉。 在剧组这些天,朱少杰也更加了解了郭贤妮。 她看到的郭贤妮很有责任心,非常敬业,忙起来饭都不吃。 在剧组也从来不打扰工作人员,为人低调不耍大牌,也不会为了获得关注故意炒作,对同事关心。 面对这样的女孩,她没有不动心的理由。 拍摄结束,她们就没有了交集。 后来,有个朋友给郭贤妮介绍对象,郭贤妮委婉地拒绝,并说她敢牵我的手吗? 后来,在朋友的一再坚持下,她也不好拒绝,就同意去吃饭见个面。 到了餐厅才知道,朋友介绍的人就是朱少杰。 他们吃了一顿无比尴尬的晚餐。 饭后,朱少杰送她回家,临走时主动握住她的手, 说了句很高兴认识你。 郭贤妮一脸猛地看着她,后来才明白朱少杰是在对她说的那句话做出回应,代表自己敢牵她的手。 恰巧,这个时候,上海有个拍摄,郭贤妮需要去客串。 朱少杰知道后,主动前往拍摄地,两人有了相处的时间。 朱少杰陪在郭贤妮身边,帮她拎包地水,非常体贴。 郭贤妮也渐渐地被她感动,两人的感情慢慢升温。 在媒体眼中,不过是郭贤妮换了个助理。 郭贤妮曾经问过朱少杰,媒体经常报道自己的绯闻,她怕不怕。 朱少杰说自己只相信自己看到的,她眼中的郭贤妮善良温柔。 有一次,她们在北京参加活动,结束后,朱少杰向郭贤妮表白,虽然自己没钱没名气,但是有一颗爱她的心。 郭贤妮说她以为她们已经是情侣了。 就这样,两人正是在一起了。 2011年,朱少杰带郭贤妮回到了老家,郭贤妮选择了和她爸妈一起住,一起聊天,吃饭。 她告诉朱少杰,她爸妈善良淳朴,自己感受到了家的感觉。 两人拿出了自己的积蓄,给郭贤妮母亲在香港买了一套房子,为了让母亲住得安心。 同年10月,她们领了结婚证。 在2017年,经济条件改善后,郭贤妮给农村公婆在城里买了房子,经常给公婆发红包买东西,公婆见人就夸自己而喜好。 如今,她们有了自己的女儿,生活很幸福。 郭贤妮的一生是不平凡的,但是她的婚姻却是美满的。 她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嫁给爱情的模样,她告诉我们嫁到农村依然可以很幸福,她终于遇到了对的人。 那么,你们怎么看待郭贤妮嫁给农村老公这种行为呢? 你们觉得她的选择是对是错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并且转发。 请不吝点赞并且转发。